歡迎回到天歌理財秀 我是阿哲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近習 台北股市當中的網通族群 正在默默的發動 而這些網通族群相關的個股 其實都已經在低檔打底很久了 所以說這些相關的個股 在未來有沒有航行可以期待呢 今天我們即將在節目當中 來請教Ken哥囉 那麼觀眾朋友們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先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緊接著就馬上來請教Ken哥囉 我們來歡迎Ken哥 Ken哥好 阿哲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Ken哥 其實我們對於今天要聊這個網通族群 我真的並不是特別的了解 但是我確實有注意到 台北股市當中近期相關的一些 網通族群的個股真的在發動了 包含像是 健翰啊 起雞啊 甚至像金保等等 所以說Ken哥 究竟這些網通族群相關的個股 在未來會受惠到哪些題材呢 我想就沉入這個 阿哲所講的 網通個股確實近期裡面的盤面 會比較 比較追捧一點 大家比較追這個議題 那這個議題啊 過去大家以往看到啦 就是說過去以往都是在地面上打 打什麼 比如說5G啦 4G升5G啦 3G升4G的時候啊 網通族群好像就很重要 那其實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年度 這個疫情開始之後啊 其實很多這個政策啊 整個很多產業上的經濟的狀況啊 都已經改變了 是 都已經改變的狀況 這要怎麼辦呢 欸 網路運用的東西啊 事實上是越來越多了 那越來越多呢 大家 記不記得一個問題 欸 一些所謂的自動車啊 也都現在在流行 是 那其實啊 各位知不知道 要去控制這些所謂的 自動駕駛 或是說 欸我打個電話給 阿哲啊 阿哲你在哪裡啊 我們用視訊啊 其實坦白說啊 這些都是網路上面目前 所謂要傳送的 那網路傳送啊 當然是只是一個 所謂的名稱 齁 事實上它靠的要是什麼 是要所謂的 衛星去 做這些的動作 OK 那像我們去做 各位大家都有開車嘛 不是有GPS嗎 是 不是有定位系統 也是靠衛星嘛 那也是要得靠衛星啊 是 那 再講一個比較大的 欸 當初冰雜丹被幹掉 欸 美國怎麼那麼厲害 他可以去 用衛星啊 去打定位之後啊 發射飛彈啊 其實這個也是靠衛星而來的 OK 那所以呢 最近裡面網路傳送的 會之所以流行啊 坦白說啊 現在大家就觀測到 所謂的過去漁網 我們比較少關注 叫所謂的 低軌衛星 是 那衛星啊 為什麼會分低軌啊 當然因為啊 它有分低中高 因為它每個作用不太一樣 那低軌衛星啊 是應用率目前是最高的 啊 當然越高啊 當然它的技術啊 門檻是越來越高 但以 就目前的層面上來看 欸 低軌衛星啊 其實事實上啊 目前啊這幾年 這近期裡面啊 大家才開始受關注 哦 不管是電動車也好啦 不管是 所謂的 這個耳後的通訊也好啦 其實坦白說 低軌衛星啊 才是最重要 所以呢 網通族群 也是因為低軌衛星的發起 所以目前呢 大家就開始討論這些議題了 其實Ken哥 在馬斯克啦 在去年還是前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正在大量的 投放一些低軌道的衛星 到外太空上去嘛 在當時其實也掀起了 一波的一個話題 那麼Ken哥 我就想請教您啊 因為我們發了這麼多衛星上去 究竟啊 關於衛星這一部分的商機 到底有多大呢 剛講到這個馬斯克 我想大家這個 記不記得一個問題 大家都覺得 他的頭腦到底是天才 還是 不能講白癡啦 他的想法坦白說 是很另類的 是 所以之前我們不是有人在比喻他嗎 就像電影在演的鋼鐵人 是 那有可能 什麼要飛上月亮 飛上太空 但是各位 你看是不是他真的呈現了 目前已經兩大富豪啊 其實他已經著附在所謂的 太空的旅遊了 OK 那當然馬斯克 他自己本身 也花了巨資啊 去營造啊 要往太空上發展了 是 那 現在目前啊 很多太空發展 我想是未來整體的一個趨勢 那其實啊 過去這些所謂衛星的產業啊 坦白說啊 在市場上啊 大家討論度很低 但是呢 事實上它的產值啊 其實已經都在逐步的上升 其實只是我們去舒服掉它而已 是 我想啊 從我們這個圖表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左邊這個圖啊 其實啊 它從2017年 其實坦白說啊 它已經達到 就已經達到2000多億了 是 那當然在2019年相對性啊 它有比較 比較墜落 比較墜下來一點點 那目前啊 整個估值上來看啊 像目前可以估來到就是說 我們 預計啊 預計的 好到明年度啊 它的產值啊 可能來到了 相信3000億 2950億 這是美金喔 是 這是美金喔 那其實過去的這兩三年 每年的 均值的產值啊 其實坦白說啊 都2800億 2900億左右 是 那也就是說 這個產業其實它的產值啊 事實上是非常大的 那後續啊 我想啊 因為 對於這個帝國衛星的 這個發起啊 我想後續它的產值啊 一定啊 會往上串升啊 會更快 目前雖然每年大概只有3.3% 是 3.3%的一個增長率 但是事實上 未來的這種速度啊 會是更快的 那其實 產值好不好 其實很簡單嘛 你看國際大廠 大家會不會去投 是 你看我們上面所列的喔 國際的四大業者啊 這四大業者其實都非常有名喔 不管是微軟也好啦 不管是 阿瑪隆也好啦 不管是卡拉達啦 特末也好啦 他們等等啊 都推出了所謂的 這個低軌衛星這一塊 是 簡單說一句話 國際裡面的大廠 他們會投種資 很大筆的資金去做 生產發展研發 所以Ken哥您的意思大概就是在說啦 其實目前全球的一個 衛星的一個市值產值啦 並不是特別的大 但是起碼都有維持在一個 相對的一個水準 算是一個穩定的產業嘛 並且在未來是相對有機會 發展的一個產業囉 OK原來是這樣 那麼Ken哥 既然啊 目前全球衛星的一個產值也好啦 商機也好 您認為都會逐步的攀升 所以說台廠 應該是很有機會能夠受惠到 不過Ken哥 就像我剛剛片頭支持跟你講 我對網通族群真的並不是特別了解 所以就想請教您囉 Ken哥 究竟台北股市當中 有哪些個股 是有機會能夠受惠到這樣子的題材呢 我們簡單來說 既然這個耳後這個產業的產值 坦白說它持續往上成長的 是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產業裡面來看 我們台灣哪些廠商 是可以受惠的 受惠幅度相對性是比較大的 像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 國外報告裡面 他也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剛剛不是提了嗎 到未來他們將近3000億美金的一個產值 我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了 我們在這個產值裡面去尋找 什麼產業是會最受惠的 結果我們 把它抓下來之後呢 發現了 48%要在地面設備這一塊 我想也沒有錯啦 你地面設備一定要建構完成之後 才能往太空上去發展嘛 那初步第一步 一定是從地面這些設備來 來尋找一些有可投資機會的產業 我們發現它地面產業 它佔值大概48% 那48%我們特別就做了一個表 這個表格我們請導播把它放大 我們來看 它低軌衛星 當然它社會的股 當然非常非常的多 坦白說我們一般投資的人 我哪有可能全部都買 是不可能嘛 因為很多東西其實坦白說 我們不是太空 這方面專業的人 我們也真的不曉得 要投資什麼產業 會比較好 那在這裡 天哥教你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我們把這些的加速 我是不是把它整個抓下來了 是 整個抓下來之後 各位可以從圖表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 有行動天訊的啦 有設備啦 有天線啦 有打航系統的啦 有小型地面接收站的啦 地基的 基地站的啦 這些呢 坦白說我們真的 不是很懂得的 很簡單 所以我們圖的右下表 這邊不是通把加速列出來了嗎 是 我們就用聰明的方式來選 什麼聰明的方式來選 我們可以看得到 很多加速裡面其實 有誰呢 是有交叉比對裡面 做很多東西的 都有涉足到這個產業的 那我們就找到了 比如說我們圖表上面 起雞跟台陽 你看這兩家 他有做到了 大概都有做到 三到四樣的 一個產業 坦白說 這就是for 所謂的低軌衛星裡面 地面設備的廠商 是 那也就是說 地面設備的廠商呢 坦白說 基地性 需要它的基地性很高 它社會程度也會非常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篩選 我們可投資的產業標的了 OK 原來是這樣 所以Ken哥其實這一部分 就是在針對 其實因為對於一般的投資人來講 選股往往都是最難的嘛 所以剛好Ken哥給了各位一個方向 低軌衛星的一個題材 其實非常非常廣泛 他剛好Ken哥給了一個方向 各位觀眾朋友們 就可以依照著這個方向 去找 有重複重疊題材的相關個股 來去做選擇嘛 阿哲你看我們圖表上面 這個 右上方是不是又寫到了 低軌衛星為什麼未來 Ken哥會覺得相當好 你看 右上方它是不是寫了 不是告訴我們嗎 現在目前事實上在太空飛的 地國衛星大概 1700多顆 是 上面是不是寫了1791顆嗎 是 今年是2021年喔 各位有沒有看到第二行 2025年到2027年 可以達到多少 7500多顆 你看1700多顆 變成7500多顆 成長了幾倍啊 是 那也就是說 這一方面的產值啊 雖然目前我們過去以往 大家關注的相對性會比較少 那也就是說未來的4到6年 4到6年 它可以成長大概3到4倍以上啊 是 那也就是說 哪一個產業啊 成長3 4到這個3倍 3到4倍以上啊 這個產業 其實就是值得我們去 投資的一個產業嘛 那麼Ken哥你這邊 大概就是認為啦 這邊重複最多的一個個股 當然就是台陽跟企機嘛 所以我就想針對台陽跟企機喔 跟你做一個更深入性的一個對談啊 您個人認為台陽跟企機 以現有的一個 營收的一個狀況來講 它的基本面到底是不是好的呢 好 那我們來看看喔 因為低軌衛星這個產業裡面啊 確實過去以往 大家所關注度啊 相對性會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交叉比對下來之後 發現了這兩家 台陽跟企機啊 相對性啊 它做的產業是最廣泛的 都有涉獵到了 那我們就把這兩家的產業 這兩家公司呢 分別來列出來 是 那台陽啊 當然它有俗稱所謂的 洪家軍 是 之一成員 因為坦白說 它最主要是洪家軍 下面有個叫建漢 是 因為建漢啊 它只有台陽啊 大概26%以上 那所以呢 台陽把它併入到所謂的 洪家軍的成員之一 OK 那我們分別來看啊 因為過去漁港 確實以這些通訊廠商啊 目前做地面通訊上來看啊 網通部分啊 確實過去的財報 坦白說 一定不會很強啦 是 一定不會很強啦 那我們看投資呢 著重的是它 未來的發展 那我各位不是剛各位講的嗎 未來4到6年 那成長倍數啊 是從1700多顆 成長到7500多顆 是 1700到7000多 4點多倍喔 4點多倍 是 那也就是說啊 它能貢獻度啊 其實相對性啊 非常非常的高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台陽 台陽啊 目前啊 是唯一 當然這兩家所做的東西 不是完全一樣的啦 但是都是所謂 低軌衛星裡面的 地面設備其中一個產業 OK 那我們把它搜尋出來之後啊 台陽 我想進行裡面呢 也受很多投資人的關注 那為什麼呢 因為坦白說 它是唯一一家 吃了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剛不是 剛剛有提了嗎 有四大的衛星通訊公司 是 那 台陽呢 它就吃了三家了 OK 它 四分之三 它都有跟它往來了 是 那所以相對性 他們成長 那是不是 阿哲 你說是不是 那些成長了 那當然台陽 它的業績 一定會跟上成長嘛 就是未來大家 對於它的一個營收 想像空間非常的大啦 對 而且 法輪報告出來了 台陽原則上預計啊 2023年到20 2023年啊 大概原則上 它每個月 光這一塊的部分的營收啊 就可以增加大概四五十億 美金喔 是 可以增加大概四五十億美金部分的 所以台陽呢 現在目前為什麼我們把它抓出來 特別提供給大家來做參考 是因為這個因素 那麼 可以跟我們介紹完台陽之後 那麼 企機呢 企機又是做哪一個部分的一個產業呢 企機啊 它是做另外一個產業 它當然坦白說 它是路由器裡面啦 它是 它是獨家代理喔 是 它獨家代理有一個好處 就是坦白說 它雖然現在目前的毛利亞 大概在十幾個%左右 那問題啊 企機啊 它現在是 這四大財 四大衛星公司裡面啊 獨家代理的 路由器的 購運廠商 是 那也就是說 相對性它成長 是不是它也一定會去做收費的動作 是 我想這一塊 是我們特別把它提出來 就是說 各位投資大眾 如果說想要去做投資 第一股衛星這一塊 我真的不曉得怎麼去找啊 因為 坦白說 你真的要把它列出來 相關的啊 大概一二十家 三四十家 跑不掉 是 我怎麼這麼多 我覺得前面這麼多嘛 是 那我們就用聰明的方式來學 交叉比對下來之後啊 台陽 跟企機啊 相對性啊 是交叉裡面大概 是最多的 那相對性啊 目前整體啊 我們投資大眾啊 可以 多多琢磨 我Ken哥所講的 這兩檔標的 跟後續一些啊 是不是有這個機會去做發展啊 各位可以去做參考參考 OK原來是這樣 好的 那麼以上啊 就是Ken哥啊 今天針對呢 低軌道衛星 以及網通族群為各位 所做的一個介紹啊 那麼觀眾朋友們呢 也可以依照本集的節目內容哦 來找尋出未來啊 相對有機會的網通股哦 以上就提供給投資朋友們 來做參考囉 那麼觀眾朋友們呢 如果啊 對於本集節目內容啊 有任何的問題啊 也歡迎啊 直接加入Ken哥的LINE8 來做詢問哦 Ken哥的LINE8是 小老鼠PFC5558W 小老鼠PFC5558W 任何的問題啊 馬上來請教 Ken哥只要有空 都會親自來做回覆哦 那麼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就再次一起來 謝謝Ken哥 我們謝謝Ken哥 謝謝 那我們這一集啊 Ken哥理財秀 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們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